一个女人突然窜息 牛仔裤却脱不下来 还越泪越紧 然后钻进了皮肤 直接把女人分成了两半 杀人后还会自己清理血迹 挂了一会儿 又一个女人来到卫生间 看到牛仔裤挂在墙上 裤子上的图标就像有魔力一样 促使女人当场脱下自己的裤子 穿上这条会杀人的牛仔裤 然后她的双腿就开始不受控制的扭动 在裤子哥的力量下 把她整个人都甩到了挂钩上 牛仔裤毁尸灭迹后 钻进了纸箱 小美来到卫生间寻找同事 看到柜子下面有一缕头发 打开一看 发现同事居然死在了这里 她赶紧叫来经理 经理命令小美不准报警 更不能对外声张 因为明天就是他们研发的 新款牛仔裤的发布会 这款牛仔裤是采用高级印度棉花 制作而成的 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钱财 如果这个时候 别人知道商店里出了人命 一定会影响老板赚钱 然后小美就和丧心病狂的老板 一起把同事的尸体打包带走 藏进首推车里 这时 另一名员工打开箱子 看到了这条新款牛仔裤 她忍不住想在发布会之前 亲自体验一下这精致的布料 带着牛仔裤偷偷躲进仓库 刚拉开拉链 牛仔裤秒变绞肉气 当场粉碎了员工的胳膊 杀掉男人后 还不停地舔食着地上的血液 小美和经理检查仓库时发现 又一名员工死在了箱子里 小美被吓傻了 她必须马上报警 可是黑心的经理为了钱 把小美一棒子打晕在地 她一定要让明天的发布会正常举行 成了金的牛仔裤 伸向女孩 疯狂的交叉拧麻花 几秒钟就把脖子拧断 女孩当场毙命 然后牛仔裤 竟然双腿站立 蹦到了桌子上 寻找更多的下手目标 商店里的人全被吓傻了 张着大嘴疯狂逃命 等经理推开门一看 所有的人全部丧命 只剩下牛仔裤 在地上舔食着血迹 经理是怎么都没想到 杀人凶手居然是一条裤子 她默默关上门退了回去 慌慌张张来到办公室 经常和她作对的女经理 不想跟她共处一室 掉头就走 她本想阻拦 可是看了一眼监控 牛仔裤正在步步紧逼 她就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随着一声惨叫 经理露出了得意的见效 另一边 整理员小绿正在整理东西 牛仔裤在身后正准备下手 一首凤舞九天突然响起 牛仔裤被这美妙的音乐吸引 居然跳起了舞 没有上半身 总觉得跳着肢体不太协调 于是裤子哥相中了那模特的身子 这时 被经理打晕的小美醒了过来 她捡起刚才被人掉落的摄像机 里面清清楚楚地拍到了 裤子经杀人的全部过程 她赶紧去找小绿 给她看了录像 两个人刚想逃走 却发现商店的大门已经被老板锁死 人命关天的时候 她居然还只想着赚钱 两个人在监控中看到 裤子经不停地用头撞击着办公室的门 小美想到 牛仔裤好像对凤舞九天很感兴趣 于是再次放弃了那首音乐 果然 裤子经跟着节奏开始摇摆 在两个女孩的温柔劝导下 她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她曾经是公司 公司非法从印度买来的员工 专门用来采集棉花 女孩在采集棉花时 头巾进入了绞碎机 连带整个人都翻了进去 和棉花搅拌在一起 白色的棉花被她的血肉染成红色 公司不仅将这件事情隐瞒 还把被染红的棉花 经过处理之后 做成了牛仔裤 女孩的亡魂便依附在牛仔裤上 对丧心病狂 昧着良心赚钱的人展开抱负 小美和小绿知道真相后 大胆地走了出来 告诉裤子精 他们会为裤子精完成心愿 牛仔裤身居一躬表示感谢 刚刚建立起的信任 结果被经理用灭火器 一下子就喷没了 牛仔裤飞奔而去 在仓库召唤了所有的库存 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报复 两个女孩正想逃离 却被经理锁在了里面 威胁他们交出相机 而两个人宁可返回仓库 也不愿意交出相机 经理直接开门冲了进去 先是捅了小绿一刀 然后抢过相机 发现内存卡已经被取走 然后又死死地掐住小美的脖子 逼她交出内存卡 小美宁死不屈 被勒得晕了过去 随后一群牛仔裤出现在男人面前 正在慢慢逼近 一个佛山无影角把她打倒后 裤子们一拥而上 把男人拿下 第二天小美来到展厅 劝导牛仔裤们 不要再攻击那些无辜的人 可是裤子们根本不理会 到了营业时间 裤子们并排站好 一群牛仔裤爱好者蜂拥而至 小美用力堵着大门 可是人太多了 大家破门而入 小美倒在地上 亲眼目睹了一群人 被吃得连渣都不剩 看完这部电影 才想起 我今天刚好穿的是紧身牛仔裤 我赶紧脱下来 换成了尿布湿 嗯 没有束缚的感觉 真好 我赶紧脱下来 你是头 constructive 谢谢观看